另外一個有疑慮的地方就是學校 雖然說教育部拍板中小學以下的學校 營養午餐只用台灣豬 但是大學校園的餐廳 大多數都是委外招商 真的很難管控 因此沒有嚴格禁止 但有要求一定要標示清楚 讓學生有參考的依據 另外食藥署現在也規定了 除了肉品本身跟內臟要標示來源之外 豬油也要標示 通通要讓民眾知道 今天是想要吃披薩 還是想來份豬排套餐 大學校園想要找吃的應有盡有 不過這些學校委外的餐廳 每豬給盡嗎 大學這種形態的部分 就是清楚標示 讓消費者幫我們的學生 是可以清楚的知道 到盡了你會不會擔心啊 希望說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餐點上是哪一種品種的肉吧 然後讓學生有個參考的依據 標示清楚會讓人家 比較有選擇的權利 不然其實對不知情的人 吃下去還蠻不公平的 近不近這事已成定局 店家能否摸著良心 誠實標示 那才真的要重視 中壽月餅就是不能少了這一味 香酥口感配上飽滿餡料 好吃的秘訣就是豬油 而這豬油哪裡來 現在也得讓民眾知道 滷肉綠豆泡 鴨鴨綠豆泡裡面都有添加豬油的成分 包裝上面還有我們的盒子上面都有標示 每一個牌子上頭都寫明豬油的產地來源 明年美豬進口正式上路 實要是規定許多隱藏版的豬肉再製品 也全部都要標示產地 只是怎麼標執行的是否徹底 除了店家的信譽做擔保 政府也要嚴加把關 華爾新聞雷亞戴容賢 台北報導